朋友们晚上好啊 他这故事得打一八年呢 开始说 一八年的时候 莫尚归人家里装了一套新房子 这套新房子装的真漂亮 但是由于莫尚归人和他老婆两个人上班工作 没法住在这套新房子里边 所以导致呢 他俩只能搬到另外一套房子里边 为了上班 只有周五才能回到这个新家 但问题是这新庄的家不能空着呀 结果就让他爸妈住到这房子来了 由于啊 这间房子再早一直是租出去 他们家人呢 没住过 只是收回来之后 从装了修着才打算回去住的 但没想到 自打这么安排完了之后 他爸妈搬进去 就开始发生怪事 首先他发生的怪事啊 是有这么一次周五的晚上 这天晚上由于他老婆下班特别晚 俩人这周五 大概八点多钟还没回家 结果归人的爸爸呢 就提前的等于给他妈洗澡 两口子人家就在 那个洗手间里边忙活着 由于归人一般周五呀 六七点钟都回来了 爸爸其实一直在等着他们 可是等到八点多还没来 爸爸一直呢 给他妈洗着澡 就开着厕所的门惊心着 看看儿子回没回来 结果没想到 等到八点多的时候 忽然间老爷子就听见 有人开门的声音 这个开门的声音非常明显 并且连关门的声音都非常清楚 而且不但有这些动作 还听见了走路的声音 老爷子当时啊 一听这就是儿子回来 哎 儿子 这么晚呢 我给你妈这洗澡了 忙活着了啊 然后老爷子一听儿子回来了 说完这句话之后 马上把厕所门还给关上了 当时他认为儿子在客厅了 对不对啊 然后老爷子就忙活 归人的妈妈 可是等忙活完了 妻子洗澡之后 慢慢的把妻子搀扶回房间 到了房间 老爷子得出来找归人呢 儿子 吃饭啊 可是老头这一说话 发现屋里没人 啊 哪儿去了 马上拿起手机来 就给归人打电话 喂 你们俩又出去了 干嘛去了 我家里准备饭了 别买东西 可是 这时候归人才刚刚接上自己媳妇 打新家那边开上车 往他爸这赶 当时归人这电话 听得极为无厘头 什么呀 什么出去了 不是 你们俩刚才不又出去了摸摩天 你干嘛去 啊 那我还没回去了 那谁 小分下班晚 我们俩刚刚往您那去 啊 刚刚往 那行行行 那你慢点开车 我等着你啊 说完之后 他爸把电话就挂了 当时归人 就觉得挺无厘头的 什么呀 我爸怎么了 没往心里边去 可是老爷子坐在沙发那 可就别扭了 这怎么回事 刚才听得吱吱的 然后马上回屋 就问贵人他妈 你刚才听见进来人了吗 然后他妈直对他爸点头 表示也听见了 结果赶等过了一会儿 贵人回来了 他爸才把这事 清楚的跟贵人说了 但是贵人觉得这事不重要 您就是听错了 很可能是隔壁人 但是他爸非说不是 绝对进的是咱们窝 连进过道的脚步声 我都听到了 可是贵人跟他老婆累了一天了 哪有功夫跟老爷子扯这个呀 结果就打了个马虎眼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可是谁曾想啊 打这开始 这贵人家里就开始出邪声 而且这事出的 是一天比一天的吓人 这接下来呀 这吓人的事 可就不是贵人他爸遇上的 而是贵人自己 在家里遇上的怪事 接下来是过了两周之后 有一周 这周周六的时候 贵人在家要全力以赴的家里边办公 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结果自己呢 拿着电脑就跑到他们家 专门装的一个塌塌米的小房间 躲起来去了 进去之前呢 贵人还拿着喝的饮料 腌什么的 等于就是准备闷头 在里边工作 当时贵人还特意的把门关上 还跟老婆爸妈打了个招呼 我先忙了啊 你们玩你们的 我有事 然后贵人就进去了 结果在屋里边 正忙活的在这儿 研究电脑里的工作的事情了 结果贵人呢 就伸手去拿手边刚才拿来的矿泉水 可是这一伸手 当时他没仔细看 这矿泉水消失不见了 贵人当时觉得 哎 我矿泉水哪去了 然后就看那边 一看矿泉水此时跑到桌角上去了 实际上这时候 贵人已经有点奇怪了 矿泉水明明刚才搁在手边 不过自己也忙 很可能记错了 就没当个事 就把这矿泉水拿起来拧开喝了 喝完之后 把矿泉水又拧上放在手边上 就是咱们平时随手放的位置 但是接下来 没有二十分钟吧 他又想喝这水 可是再看这水 又跑桌边上去了 这时候贵人呢 就开始有点慌了 桌子歪了是吗 马上就抬着看桌子 结果这桌子 什么毛病都没有 这怎么回事啊 可是正在贵人这 有点觉得奇怪的时候 忽然 他就看眼不见的 这半空的矿泉水瓶子 自己开始颤摇 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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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桌子上颤摇起来 还能听见声响 然后这矿泉水瓶子就望着右侧不停的移动 虽然移动的速度不太快 但是很明显好像有一只看不到的手 在推这个矿泉水 顿时贵人就坐不住了 哎呦我操 这什么呀 这怎么了 结果这一寒 他爸 还有贵人的老婆 全在外边听见 当时他爸就在门外 儿子 怎么了呀 贵人当时控制一下情绪 因为家里边妈妈本身身体就不好 不能说这个 马上贵人就说 没事水洒了 没事没事 你忙 但是 此时贵人坐在屋里边 身上一阵一阵的冷寒冒 不过 这天发生的事啊 的确是吓人 可是就是这么个水一动 后边呢 贵人赶快把这水喝了 然后把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边 等于这件事就控制住了 可是 当天晚上 贵人还是把这事告他媳妇 但是他媳妇不是说很接受 告贵人说 哎呦你别胡说八道行吗 咱们家天天有人 能有什么事 你有病吧 你天天看着疑神疑鬼的东西 你别跟我说这些 结果 媳妇这么一打仗 贵人等于说了一半 这事又这么给隔过去了 贵人呢 说实话 当时有好几天都觉得这事奇怪 甚至时不时的还会到 他他米的房间看看去 看看有什么怪事 结果 没过了也就不到一周吧 嗯 到了周五的时候 贵人跟着他老婆又回家了 这天呢 正好赶上家里亲戚在 而且亲戚还带来了一个五岁大的外甥女 贵人一看小外甥女在了 来了特别疼他 哎呀 好久不见了 哎呦你都长这么高了 你要吃什么呀 咱们 我给你买好吃的去啊 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开始跟外甥女的说话 但是说着说着话 呆好好的外甥女抽冷子 告诉贵人说 这叫 外婆房间里的那个人是谁啊 贵人一听 你外公呗 还能是谁 不是外公 是个女的 跟外婆差不多大岁数 我看他老跟在外婆身后 我的妈呀 当时他这小外甥女说话的时候 全家都在啊 大家伙眼睛一下就聚到这孩子身上了 尤其是贵人和他爸 贵人和他爸都在这房子遇上过怪事 马上就特别紧张的看着外甥女 可是小孩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在那继续说 结果贵人的姐姐马上上去了 去 别胡说 什么呀 这孩子 走走走 然后一把把外甥女抱起来 抱到旁边沙发上去 这时候这小孩还在那叨叨 结果就被他妈给阻拦住 可是这时候贵人站在原地都慌了 他说我手发抖 孩子刚才说的太吓人了 然后我看着我爸 我爸看着我 然后我爸对着我 做了个表情 示意这意思就是让我别再说这事了 别说了 我当时也是稍微镇定了一下 然后就敞开了话题 把话题给敞开了 隔了一会儿我爸跑厨房去了 我也跟进去了 我就小声问我爸 爸 这房子怎么有点怪呀 我那天也遇上怪事了 你还记得 就是这周六的时候 我叫唤一声吗 我爸告诉我说他记得 我说我那水瓶子自己放在桌子上洞 然后我爸一听完之后 马上撂下手里的活也不干了 特别严肃地转过头来 当时吓了我一跳 然后告诉我说 哎呀 我就搅着打那天啊 就是有一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 我说你回来了那天 还记得吗 就打那天晚上开始 这家里就不对 还有刚才小蓝说 说他看见有个跟他外婆长得差不多的女的 我告诉你儿子 你别害怕呀 我也看见过一次 鬼人一听完 啊 你 你 您在哪儿看见他 哎呀 我当时以为我眼花了 有一天晚上啊 十一点多 我给你妈倒水去 你们不在家呀 我端着水就进来 当时屋里没开灯 就开个小台灯 我一开门 我一看你妈身后站个大黑影子 就在你妈身后站着 我当时差点喊出来 但是也就一刹那间 那影子搜 就没了 你妈身体不好啊 我能跟她说吗 我就没说 然后给你妈把水喂了 喂完之后 我就把她给挪到靠外边睡了 我上里边睡去 这一夜我都没怎么睡 我怕那黑影子还找醒你妈 儿子 我不知道你信不信这些东西啊 你妈身子骨弱 这个东西啊 就专门欺负这种身子骨弱的 结果 我头摸摸的 在你妈枕头底下压了个东西 那东西是我前两年拿 出去旅游的时候 我从庙里边请的 不过还好 在那我就没看见 可是今儿 小兰说 说看到她外婆后边站着个女的 你说这可怎么能啊 然后归人一听完之后 这身上鸡皮疙瘦瘦的 不停地冒我 跟她爸又确认了好几遍 她爸告诉她儿子 我能骗你吗 结果这天晚上 晚饭归人吃的都心不在焉 琢磨到了晚上十一点多 然后正式跟她媳妇谈了一次话 归人当时跟她老婆是这么说的 老婆 这新装的房子 谁都喜欢 我也喜欢 可是我正式跟你说一下 你别不往心里去啊 就是 咱这房子好像不对劲 我跟我爸都瞧见过东西 我们一人俩刚才商量了一下 你说媳妇 要不咱还回以前房子住 让我爸妈回他们那房子 然后咱把这新装的房子 给她租出去 然后找个好点的租户 让别人住上一年 别人住上一年等没事了 咱再回来住了 然后归人的媳妇一听完 当时就无耳朵啊 你别跟我说 刚才那小兰说的 吓得我就够呛了 我不听我不听 你做主你做主 我也假如这房子里边 冷嗖嗖的 但是 但是你别忘了 你跟房屋中介说 一定找个讲卫生的 咱把这房子租出去吧 归人万没想到 自个儿媳妇这么同情达理 结果当天晚上就把这事确定了 后边啊 没写日子 归人实在是不想再经历这些东西惹麻烦 真的就把这房子给租出去了 当时刚租出去的头一个多月啊 归人特别担心 怕人找来啊 怕人说什么呢 结果没想到 这别人住在这里边住的好好的 整整住了一年半 什么事也没再发生过 朋友们 晚上好啊 今儿这期故事是咱们家一个叫正正得正的兄弟提供的 而且这兄弟呢 我觉得挺有个性的 一般情况下没有人说这些事啊 但是他把不该说的和该说的都跟我说 他这故事呢 是怎么说的 他说我六七年前吧 那会儿我还没结婚 而且也没女朋友 我就经常从网上呢 约一些人 就是见个面什么的 有些人呢 从网上约 是为了谈恋爱的 有的人呢 从网上约 就是为了在一块玩一玩 我呢 就是后者 所以我呢 就有这么一天吧 约了个漂亮的女孩子 这女孩子个子挺高的 长得挺漂亮的 我从见面的第一次就相中她了 而且这天我是开车去的 我们俩人聊得特别好 所以当天吃完了饭 当天晚上 我们俩就 就找了一家宾馆休息去了 休息完了之后 此处省略一万字 一万字完了就是夜里边一点多钟了 我们俩躺床上就没得聊 不知道说什么 就瞎胡说 结果说着说着 就聊到这鬼故事上 说实话 我那会儿没这么大胆子 聊鬼故事的话 我还真聊不过的 别看她是个姑娘 她好像什么都不怕 给我连续讲了好几个 吓人的故事 但是 唯独有这么一个故事 使我听完之后 特别害怕 并且当时算是给我吓坏了 所以我这才决定 把这故事讲给你们 这女孩给我讲的这故事 是她特别小的时候 大概是她十二三岁吧 有这么一天晚上 这天晚上她爸在家呀 可能是喝酒喝到了七点多钟 结果一毛口袋 再一翻柜子 家里的烟都没了 然后他爸呢 当时就让他去买烟 可是他呢 不愿意去 他在玩什么东西了 好像是 然后他爸就拿金钱诱惑他 哎 你给我买两盒烟 我给你一百 你买完这剩的钱都是你的 他当时一听就来的兴趣 行 那我去爸爸 然后就从他爸手里 把这钱接过来 奔着他们 算是他们镇上吧 镇上的离家里不太远的 这么一个小卖店 就这么去了 结果到了这小卖店 走在半路上 他就看见这小卖店 大概距离有这么三四分钟的路程边上 停着这么一辆白色的SUV汽车 那个年代 SUV汽车呀 不能说完全没见过啊 但是不多 也就是说呢 只要有人看到稍微漂亮点的 时尚点的汽车 可能会多看几眼 他当时呢 也是觉得这车挺漂亮 挺好玩的 就瞧了几眼这辆车 可结果呢 这车没看了两眼 他却发现这车底下 有一双白色的球鞋 这白色的球鞋 特别的白 特别的乍眼 比这辆新的SUV的白 还要白的明显十分 而且这双球鞋呀 不是说那种什么 NIKI呀 Adidas呀 倒不是 一看就是国产品牌的 可是做的还特别漂亮 上面还贴满了水钻 那必定她是个女孩子呀 一看到这种漂亮的鞋 她得多看凉眼呀 结果干脆就 蹲下身子来 透过这SUV底盘 下面 往另外一头看 对了 我没跟您说啊 这白色球鞋 不是放在她这边的 是放在这车的另一边 也就是和她是相反方向的 当时啊 她蹲着身子 看了好几眼这双鞋 甚至她还在琢磨 哎 这鞋是谁的 没人要吗 我要不要给捡了去 可是她知道 这鞋捡完之后要拿回家 她爸她妈得跟她玩了命 所以她倒没动这个心思 结果呢 就觉得挺可惜的 看了这么一会儿 起身就给她爸买烟去了 买烟的时候 一切都挺顺利的 买了两盒烟 花了四十五块钱 然后拿着烟呢 就奔家跑 可是走到这辆白车附近的时候 她又想看那双球鞋 但是再一看这双球鞋 那球鞋不见了 当时她就想 肯定是让人捡走了 还不如我给捡了的刚才 哎呀 那鞋是新的 看样子都没有人穿过 真可惜 但可惜归可惜 你还是得回家呀 而且那鞋就是没了 所以她也不琢磨了 起身呢 就奔着家继续走 但走了没有一会儿 她就感觉着身后边啊 好像有东西 或者说是有一双眼睛 在盯着她 所以她就时不时地回头 往后边瞧 头一开始瞧了两三年 什么都没看见 但是再往后边瞧的时候 她发现距离一条 十几二十米的位置 有这么个白色的东西 在天上飘着 一般情况下 有白色的东西 飘在天上 咱们会认为是什么呢 塑料袋 对不对啊 换作谁谁都会这么想的 当时啊 她的确也是这么认为 应该就是个白塑料袋在身后 可是没等她 再往前走上几步去 这白色的东西 离着她就越来越近了 结果 等完全进入她的可视距离 她转头再一看 我的妈呀 是那双白色 带着水钻的鞋 飘在空中 这双鞋 好像有人穿着似的 在空中啊 一步一步地这么走着 走得还特别有节奏 冲着她当时就过来了 她当时都懵了 啊 这是什么呀 然后转过头 拼命地就开始往下的方向跑 一边跑一边哭 可是不凑巧 没跑了几下 由于她太慌了 啪当一下就直接摔在地上 买的烟也扔出去了 找的零钱 也散落在地上 但是她什么都顾不得了 也捡不了这烟 捡不了那些钱了 起身 冲着家就奔回去了 而且在这一路上啊 那鞋也直在追她 足足追了她得有两到三分钟 不过亏呢 他们家离着这小卖店呢 不是说太远 没有一会儿她还是跑到家了 等她真的到了家门口 她又最后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那双鞋啊 远远地在半空中飘着 大概飘了有三四米高 但是没有朝着她家的方向继续过来 而是飘在空中 好像不知道在干什么 总之就是停顿在那了 那这姑娘摔成这样了 身上肯定摔脏了 而且给爸爸买的烟也没买回来 那进家她爸她妈得问她 回来了 哎呀 这咋了 身上怎么这样了 结果这女孩张开嘴就直接哭 我遇上一双白球鞋追我 那您琢磨琢磨 她爸她妈一时听不明白啊 咋了姑娘 啥白球鞋追你啊 结果这女孩一边哭着 一边把刚才的事解释了半天 她爸妈才听明白 不过这个时候就得看谁跌应了 我真不是胡说 这要遇上胆小的爹 可能这孩子就吓坏了 但是她这个爹可不是 脾气贼大 贼有骨气 马上就急了 啥玩儿 欺负我闺女是吗 我他妈我管的是人是鬼了 她在哪儿了 结果这女孩就在外边了 追到我 追到咱家院子那边 结果他爸一听完之后 马上跑到家里放工具的地儿 拿了把斧子 就冲到外边去 到了外边 一路是狂骂狂闹 拿着斧子罩着地上 罩着反正能批的地儿就批 只要是不犯法的地儿 他爸基本上全批闹了 在这一路上是闹了半天 甚至当时把邻居们都给闹出来了 好多邻居们都觉得这门口啊 打早就说有邪乎事发生 没想到让他们家给遇上了 并且他爸这趟没白出去 把这女孩丢在半道上的零钱 还有两盒烟 也都给找着了 都给拿回来 但是回到家之后 他爸特别自责 他爸就跟他妈说 这事怪我 我忘了她是个姑娘 我不应该让她这么晚上 给我买东西去 那咱这第一个算是给大家讲完了 接下来还有一个故事 后边这故事 我不铺垫 咱直接进入内容 那今天的这个故事 是咱们家一个叫雪兔的 小姐姐提供的 那小姐姐的故事呢 发生在她的高中 她说上高一下半学期的时候 班里边转来一个同学 这同学是个女同学 来到学校就挺受男同学注意的 因为这女孩啊 长得其实一般般 但是特别的会打扮 在我们那个年代啊 这女孩就烫着大卷发 而且头发特别长 这个在我们的高中里边 是很少见的 可是这女孩转到学校啊 也就是半年多左右 学校的同学就开始疏远她 很少有人再去跟她玩 因为当时啊 我们学校里边流传了一大段 关于这女孩的故事出来 而且到最后啊 这女孩没上完高二 就从我们学校离开了 到后边她去了哪儿 究竟怎样干了什么了 我们就再也不太清楚了 那么接下来呢 咱就给大家说说 这女孩啊 在学校这几个月 她到底做了什么事了 让全校同学都这么害怕她 这个女孩 首先来到学校 一开始的头一个月 比较老实 但是一个多月之后 住在宿舍里的她呢 有人发现这女孩有个癖好 癖好就是经常做一些小孩子的衣服 这些衣服啊 它全部都是手工缝制 当时呢 是从网上啊 和学校附近呢 买的那种特别漂亮的小布料 然后做的都是一件一件的 也就是一到两岁大左右孩子穿的 这种小衣裳 起初女生做这个东西 是能被人理解的 因为这次爱养娃娃呗 对吧 可能她偏幼稚点 上高中了还玩这些东西 但是后边她越做越过分 这东西不但做的量特别的大 而且呢 还做起了很多啊 婴儿用品出来 比如说什么 包裹婴儿的布啊 也甚至包括婴儿的小推车 她甚至弄出来这些东西 结果学校里的同学 就有人注意她了 然后注意她了 没些日子 有人呢 发现这女孩啊 可不只是做衣服这么简单 她的种种行为不正常 尤其是到了晚上 有人看见她呀 在宿舍里边 拿一块布 裹着一个孩子 抱在怀里边 来回来去在宿舍自己溜达 但是一旦宿舍有室友回来 她看见有人了 她马上就把这东西收起来 一开始大家伙啊 都觉得这应该是同学乱说的 没人在乎 结果呢 他们宿舍里的人呢 可能是跟她住在一块太害怕了 把她做的这些东西 还有呢 她天天用布裹出来的 那个婴儿的那个形状的东西 都给翻出来让大伙看 所以一下子在女生宿舍 她这事就传开了 传开完了之后 顿时间 学校好多同学就开始观察她 后边经过一段时间观察 果不其然 她不太正常 就好像啊 她有个孩子 在她天天学校里边这么养着 但问题是这个孩子 貌似只有她能瞧见 没有任何人 是能瞧得见的 不过事情进展到这一步的时候啊 同学还没有到了完全孤立她的地步 只是没过了些日子 她又开始呢 拉着人跟她玩笔仙 不但玩笔仙 还编造出各种奇怪的一些好玩的仪式来 这些东西全都和一些招鬼招魂的仪式有关系 弄得好多同学是人心惶惶 起初一开始啊 有女生跟她玩 但是玩完了有发烧的 有晚上有做噩梦的 有下招的 后边就没有女同学跟她玩了 但是后边呢 她又找来了几个男同学跟她玩 结果这些男同学全都说跟她玩完之后 瞧见鬼了 然后弄得全学校同学 一下子把她的事就这么传开了 后边再也没有人呢 跟她乱玩这些东西的了 但是到了后来 好多同学都已经不跟她玩了 当时学校这事闹得已经很严重了 结果呢 她就去勾的那种特别老实的男同学 您知道有一种男生吗 在学校里边别说跟异性说话了 同性她都不怎么说话 特别老实 甚至学校里的一些事情 他们根本就不去参与 可是这姑娘也不知道咋想的 她可能也是实在是缺玩伴 就从别的班找了这么两个男同学 收了人家当弟弟 对于这种男孩一辈子都没什么朋友 更何况又是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小姐姐 那是完全没法抗拒的 还真认她当了姐姐 结果呢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就带着这两个男孩 跟她玩这些东西 后边没过了有一个来月吧 这两个男孩竟然在学校里边疯了 疯得特别严重 当时我们学校没有一个同学不知道的 尤其是后来疯的那个 那个男孩是第二个疯的 他疯的时候闹得特别大 当时啊 我们学校在考着试 只听见有个考场里边有个男孩 鬼孤狼嚎的从考场里边冲出来 然后接下来啊 这男孩就在三楼是四楼的这楼道里边 开始乱闹乱骂 骂的脏话别提多难听了 当时四五个老师控制不住的 甚至啊 他把一个考场的考卷 就是交上来的考卷 全都给撕烂了 当时这事都惊动警方了 警察来了 后来强制的才把他控制住 弄到医院去的 但是在所有的这些事发的过程中 那个女孩根本没有回避 好像这些事跟他没关系似的 但是自从他来到学校 学校真的就没在平静 没在消停过 不过就他这事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 学校都没有开除他的意思 因为必定他没有明确的违反校记 什么的 所以我们呢 还是这么忍着 但是没忍多些日子 学校就传出来一个故事 这故事可就让全校的师生 接受不了了 当时我们学校讲的 他的这个故事 是什么意思呢 我给您概括一下 这故事的意思是说 有人听说 他在之前的高中 就是他没转学之前的那个高中 曾经啊 怀过一次孕 怀孕的时候 并不是跟学校的同学怀的 好像是校外的男生 具体这男生是谁 没人知道 但是由于他呢 不好意思把这事跟家里说 一直就忍着 赶等发现他怀孕的时候 已经六个多月了 六个多月的时候 如果处理起来就不是普通正常的人流了 就得做银铲 银铲的话 那这名胎儿基本成型了 由于银铲的时候啊 给他造成的痛苦特别大 这个女孩呢 可能据说在银铲的过程中 造成了一些精神的伤害 结果等他做完手术之后 也不知道他上哪找来这么个师傅 他把自己银铲掉的孩子 当成小鬼 给收腹 然后养在身边了 从这开始 这女孩啊 就一直保持这个样子 嗯 常年给小孩做衣服什么的 并且呢 还有人发现 他胳膊上面全是伤疤 据说他养的这个小鬼啊 要把自己胳膊划伤 拿血去养 当时这个故事 在我们学校传开之后啊 他们宿舍的女同学 全都说这故事不是胡编的 因为没错 他胳膊上啊 有好多道大口子 很明显 那是割开动脉流下来的 然后学校里边啊 还传出了各种 关于他故事的版本来 什么 他师父是泰国的 什么什么什么大师 因为那会儿特别流行 卖那个泰国佛牌嘛 还有什么 说他是曾经 去过香港那边 也不怎么怎么回事的 反正这事闹得 特别特别的严重 到后边啊 这事情已经严重影响到 我们学校的声誉 也包括老师的教学 和同学的学习了 所以最后在无奈之下 校领导联系了他的爸妈 跟他爸妈 谈了好像两天左右 最终 把他转离到别的学校了 不过 当他刚转走的那段时间呢 学校又发生了很多争议 有人说 有同学传他的故事 就是为了害他 诚心捣乱 但是又有人说 你放屁 胡说八道 我都亲眼看见过 他在宿舍里边 抱着个孩子 来回来去溜达 甚至更严重的 就是他那几个室友 说他晚上自己 躺在床上念咒语 他们呢 全都听到过 不过 到底他的具体是怎么回事 直到最后 这故事也没有说能确定了 至于他在之前的高中 到底怀没怀过孕 做没做过银产 还有他养没养过小鬼 都是说不清楚的 可是 咱们小姐姐说了 她说 这个故事 真的值得说一下 因为当时 在我们学校 已经造成 特别严重的 一股风波 好了朋友们 这故事 给大家说了 朋友们 明天的节目 更加精彩 咱们明天晚上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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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